是我 看不够你的人 是我 一 二 大家好 我是老曹 在流量当道 小鲜肉横行的时代里 你是否越来越怀念那些 退隐萤幕 淡出演艺圈的老息骨门 那些真正的演员 不应该被忘却 所以 老曹准备开一期栏目 配角的演艺人生 专门和大家聊一聊 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重新回顾那些 教科书式的演技 温习历界金鸡奖的 最佳配角们 在光影中 找回华语影坛的 巅峰时刻 那今晚 我想来点老艺术家 魏宗万的故事 全体欣赏音乐 踏面花喽 这是歌曲的开头 它站在高山上 在呼唤自己的心上人 哦 心上人 姑娘 对 这姑娘姓谭 叫棉花 在影视圈一直有一个说法 北有赵本山 男有魏宗万 可见魏老的江湖地位 有多深厚 并且 在魏老在长达六十年的 演艺生涯 从未接拍过任何广告 这里 我要献给魏老 一个大大的Respect 1993年 魏宗万凭借影片 三毛从军记 从第十三届金鸡奖 获得最佳男配角 那一年可以用神仙打架 来形容那年的金鸡奖 最佳男配角逐 也不为过 李丁 李如平 雷葛生 几个奇貌不扬的老头 输给了另一个更丑的老头 但在老魏拍摄三毛从军记前 那就必须要说一段 他与导演张金鸡奥的故事了 三毛从军记 打一开始 魏老是拒绝的 因为魏宗万觉得 自己年龄过大 演员最忌讳和孩子演戏 就拒绝了导演张金鸡奥的邀请 导演三番两次 扣着脸皮 三顾毛鲁地请求他 并跪地求他 一定要演这个角色 如果不演 就不起来 魏宗万老伴当时吓了一跳 没办法了 拗不过导演 索性就节拍了 也成就了三毛从军记 这部不朽的佳作 加油老娘一鹤 此一去九死一生 日后 哪位弟兄路过我家 替我给老娘磕个头 我这儿多谢 1938年出生的魏宗万 胜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家里姐妹兄弟众多 魏家龙峰极其严格 儿时的他安分之礼 没什么事的时候就爱听听戏 九岁的时候已经可以登台唱声一段了 可是父母对他的爱好却嗤之以鼻 那个年代戏剧演员都被叫做戏子 三教九流中的夏九流 当了戏子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所以儿时的梦想早早夭折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 他去上海七轮机场当了一名工人 可是枯燥的劳作并不能泯灭魏宗万的演员梦 他暗地里偷偷存钱 偷偷地学习 1959年 22岁的魏宗万成功地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毕竟这都生米煮成熟饭了 父母知道以后也不好再阻拦 大学期间魏宗万顺风顺水 班里的大戏他几乎都是主角 原以为毕业以后也是康庄大道 谁知道他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长得有点磕蝉 根本没人找到拍戏 但好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从龙套做起 从此以后他成了丑角专业户 和反派演员的代表 魏宗万属于真正的大戏晚成 被观众熟知的时候他已经54岁 观众对他极深刻的作品 就不得不说起水浒传 魏宗万扮演的高球 阴险 权杖 城府极深 这个角色奠定了魏老 在坏人角色中的地位 他的演技没有任何瑕疵 一举一动皆是阴谋和狡诈 魏宗万演得太好了 可这也令他很无奈 因为把角色诠释得太到位了 魏宗万成了过界老鼠 人人喊打 那段时间魏宗万甚至不敢出门 好笑的是 后来还与陈强的黄世仁 李明启的容嬷嬷 冯远征的安家和 合称为四大恶人 其实吧 私下的魏老笑起来非常慈祥 并且还参演过情景喜剧 在《爱情公寓》中饰演的红妻 在叶天子饰演的夏老演艺局 旷风不能转变 但丝毫没有违和感 我想这就是老戏骨的魅力所在 魏老不仅演技好 敬业也是圈内出了名的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 扮演司马懿的魏老 都已经五十多了 他本人并不会骑马 为了追求影视效果 拒绝了导演给他安排替身 亲自学会了骑马 一席就起了二十集 在当初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魏宗万老师的压力非常大 他曾透露 司马懿这个角色非常不好塑造 因为演艺里形象 没有其他主角那么丰满 但他又认为 自己对司马懿的塑造 还是很符合历史的 如果说 唐国强演绝了诸葛亮 那么魏宗万版的司马懿 绝对是无可替代的 如今的魏老 已经八十二岁高龄 从一六十年 扎实的演技 对角色的揣摩 在这个流量横行的时代 他应该被我们记住的 虽然年事已高 但他依然活跃在舞台 屏幕前 无论角色的小道 只要观众还想见到他 哪怕只是龙套的角色 他也不介意 nice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边 喜欢的小伙伴 三连追寻一下 二部轴 制作不易 我是老潮 欢迎讨论 我会在下一期节目 回答评论下方的问题 哎呦我 他应该不是